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刊登过一些这种书法的论著 那是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或者是目的才写这些书法著论的呢 你来反问我 很有意思 我是不赞成过多的搞书法理论 这个做专职工作的 我不大赞成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爱好书法就是写吧 当然我们要是传授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就谈谈个人的心得体会 在古人呢 有很多人数而不作 比如包括孔子 数而不作 现代的有些文学家也是这样 就是说有个别的啊 从说这句啊 从说这句 现代的一些文学家也有的是这样 就是数而不作 他不写很多的著作 发表什么论文啊 论著 他很少 为什么呢 就是有些东西啊 今天你认为的是钢板定兵了 这是肯定我说的是对的 但是一旦你发表之后 你就会 就觉得 哎呀 有遗憾 当初说的还不圆满 或者是这个观点说错了 但是你就发表了 洒水难受 你追悔莫及 很多是这样 所以呢 我也不反对那些个著作等身的这个大家 但是写东西一定要是要谨慎 因为这个时间段 你可能这么看 再过一段时间 你可能有改变了看法 或者说你有进步等等 所以说我本人也是这样 要求自己不写东西 不写东西指的是 不写这个论文啊 论著啊 不搞这些东西 可是后来的这些年 我被逼无奈 写了这几本书 也发表一些论文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大学里面 我得拼支撑啊 大学里拼支撑 你说我就是写字帖 或者是我发表作品 这个书法作品 我这个搞展览 这些的东西 大学里不认可 大学说你随便写几张字 出一本字帖 说这个你就算是这个 拼支撑的一个条件 硬件不热 你拿文字来说话 所以这种制度下 我没有办法 我就得写论文 就得搞著作 在这种前提下 我在写的那些东西 这是向大家说一点 那么同样 跟我这个专业 很相似的一些朋友们 也有在大学教书的朋友们 也写了很多的这些个文字 我们叫爬格子嘛 爬格子 就写了很多这些东西 有一些方面 就是为了 拼支撑使用 只是没有办法 至于说这些书写完之后 谁来检阅 说你写的好与不好 已经不重要了 也没那么多人 说你写了十万字 人家就整个看你十万字 但是你拿来了 有这么个形式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也是在 将来的教育改革这方面 需要做的工作吧 这些都是有点形式化的东西 但是我本人处在这么一个时空阶段 我也不得不这么去做了 这是向大家讲明的一个过程 同时呢 我虽然写了一些个论文和论诸 但是我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说 谈自己学书法的一个体会 我所宣传的 是书法的一些个技巧 也是个人体会啊 和一些个书法常识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两本书 比如说九成功李全明探员 我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当初 这个九成功被立起来的 前后始末原油 是什么原因 比如说最早 九成功建碑的地点在哪里 建碑的缘由是什么 那时候欧阳寻的是一个 什么样一个生活处境 唐太宗是怎么情况 魏征是怎么一个情况 后来碑的影响是怎么样 碑后来蚕食断裂 就是哪些哪些过程 我主要是介绍这些知识常识 这些东西 我并没有说 这个谁写的好 谁写的不好 空谈一番理论 这些我没有 至于说到欧海解析这本书 我更多的就是谈到了 我个人写字的体会 我觉得这个 比如苍锋与漏锋之间的 坚实是怎么一个过程 这个方必远比的坚用 又是怎么一个过程 我多数谈的都是 技术性的东西 我很少发表一些个书法的 将来是如何如何的去向 何去何从宏观上谈书法 我不敢这样妄言 因此呢 我虽然批评近现代的一些书论家们 有些东西是纸上谈兵 自己也写不好 就是在那里瞎说 我虽然在批评这些东西 我同时呢 也很谨慎自己 再有一点 我就是在 我写的这个 所谓的著作和论文当中 我掌握一个原则 在我介绍技法的时候 我绝对不使用文言文 而且不用那些个晦涩的 或者比较深色的词句 来这个解释技法 我的原则是 掰开拨拨数像 通俗易懂 我的原则是 说初中以上文化 就能看得懂 这就是我的原则 然后加好多知乎者 引弄的人们迷迷糊糊 用很多的形容词 这样的论述 让人有时候不知所云呢 因此 我特别讨厌那些个论著 所以我自己历界 要平和 要这个通俗 当然不能庸俗嘛 所以我有时候 我举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 我说这个日子和国子 比如在欧海解析当中 我解释这个日 他就应该写这么大 国子呢 就应该写到这么大 这个日子和国子 差这么多 在楷书当中 都在一个方格写 这个这么空 这个这么满 是怎么个意思呢 我解释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是像人的身高一样 当男人和女人 站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 男人一米八 女人一米七 两个一对情侣 站在一起 就是合适的 不会有人说 这女人矮 也不会有人说 男人高 不会 因为它是个 差十公分 它是个合适的比例 比如说男人一米七五 女人一米六五 这很合适嘛 但宣托太大不行 男人一米九 女人一米二 他没有一米二的 是不是 就说 这么个情况 来比喻的话 那么它就差距太大了 但是反过来说 女是一米八 男是一米七 不协调了 你就看着很不舒服 那就说 我们如果把日子 写这么大 日子写这么大 把国子写这么小 就成了一团木 觉得就很不舒服 所以我在举这些例子的时候 尽量用这些通俗易懂 让大家看得明白一点 就这个 当这个初中生们 这个文化水平阶段的人 很多人都在学书法 所以在这点上 我一再得向大家说 就是我们可以写一些东西 尽量朴实一点 让大家看得懂 古代的有些书论 夸张得太过分 比如说欧阳勋 如这个金刚称目 称目 烈士 灰拳 都是夸张语言 夸张到最后 你觉得写字的时候 要把灰拳 或者称目 都用在上面吗 当然 这么极限理解是不对的 但是这种夸张语言太多了 就让我们学书法的人 不知所措 是吧 所以我在这个 写这些个论著论文当中 我尽量的是 多把事实说出来 让大家能看得懂就可以了 而金人的很多书论 毛病也都出在了之后啊 就是 近乎于玄学上的那么谈 比如我曾经以前举过这个例子 就说有一位这个书法家 给这个一本著作 或者是一个展览 上面写了一个序言 开头头一句话就说 今日书法正在向太空发展 我就不懂这是什么话 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对对对 而且把书法 什么跟这个 很多的宣学都放在一起 用《易经》啊 解释书法呀 或者是用这个 很多的一些西方美学的一些个哲理 来解释书法 弄得我们不知道 说的什么话 感到读起来非常的累的话 还有一个 就是说 金人的书法一个通病 就是把西方美学引进 过来之后 干嘛呢 就是 小中 应该叫 学中国书法之族 已是西方美学之旅 他们为了让书法走出国门呢 他宁可就是把中国书法改变过来之后 从整个的意境上改变了 然后符合西方美学的要求 这怎么可以 是不是 所以我们谈到了书论的问题 一定要多读 包括金人写的这些东西 你看一看 好的东西要看了 坏的东西也要看 你都看完之后 你有比较 才有鉴别 因此 你知道这些书论写的哪些是糟糕的 你才能知道 古代书论当中哪些是精华的 同时古代书论当中 又有哪些东西 也是过于的 这个近乎玄学的东西 我们也应该说 有它的问题 因此在读书论当中 就说 广泛的读 多读 还是那句话 开卷有益 是好的 这个总的前提是对的 但是我们同时要告诉朋友们 如果你机械的读书论 或者是盲目的相信那些是 写字本来不好的人 而他讲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 盲目的倾信了这些东西 就是书论也能误人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神字 这个神 就是精气神的神 我们现在先用楷书 来演示一下这个字的 基本写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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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是神字的一个基本写法 我们在这儿向大家说 关于这个字 不管是现在的标准字 还是说古代的悲帖 基本上就是这种写法 所以它很少存在什么 一体字等等这些说法 那么我们把这神字 再写慢一点 边演习边讲解 让大家更能看清这个字的 书写的一个过程 这一点要高企 平点 平点 说来很容易 实际上这点这个点 应该是一点基本功 是这样的 也许比较带出来 一点虚风 这都没有关系 点的时候这点 虚间入止快 往上起 往回走 不要往下这样写 这样写的话 就显得这点 点法上不讲究 看点 这样起来 然后这一笔横画 横画有的呢 就直接这样拐过来 有的呢 就是从起一笔 这不重要 我们先用这种 写出来 大家看 这是左旁这个视部 就是视部 应该视部 但是俗称就是一个视部 这一边这个身子 注意看 它的起笔处 和这个身子的 整体的高度 应该和左方啊 这一横比 差不多 实际上它是略低了一点点 注意这个地方 封口呢 横画探在竖笔的外边来 这是很注意的地方 然后这一笔 要写的时候 注意 一定要写的正中 这是看基本功的问题 如果基本功不好 你写越想的写的正中 越写不了 为什么呢 就手到这时候 它不听史 原因是 你把签篇的点画 都写了很多很多了 到最后这笔 赶上这个字的主笔 又长又正 因此很多人写到 这一笔的书 都感到很无奈 原因就是 基本功的问题 好的 我们再演示一遍 注意说说 这个字的 肩价结构问题 这个点 虽然是高企 但是注意 它无论如何 超过右边的 那个竖笔 也可以这样 直接拐弯 写竖笔 笔顺注意 和单写一个式子 笔顺不一样 单写一个式子 注意看 横 横 树 那么 在这 就在这写 而写的 作为一个偏方不熟 写数 一 二 即使这别当横写 先写这一撇 再写这一树 最后再写这一点 那么这个笔顺是不一样的 那么把这个字 完整写完 注意看 要离近一点 这 不要太远 中间那点 应该是又短 而且基本取中 注意 这笔探出竖笔之外 写这一笔 这笔起的高度 应该比左边这个点 略高一点 是这样 下方啊 一般都是用这种垂路 但是欧阳群的这个垂路 大家注意看 它不是啊 一个很笨重的 比如到下方来之后 是这样一个嘎的 它不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下方 需要重的话 它往往在这 再挑个钩 虚起一个钩 这要看自行而定 一般的是 这束笔下了之后 注意看 是这样 须拉一下一挥风 是这样一个束笔 我们再啰嗦一下 把这个绳子的 肩甲结构 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向大家介绍一下 前边是这样的 注意这两个束笔啊 一定要有内在的一种联系 就是它不可以距离太远 从上到下 再写这笔说 这两个束笔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间距的 大家注意看 它是这样一个 有等分的 如果你距离太远 比如说 想这个深的之后 你写到这儿来之后 这个字形就很不美 就很不美 所以写这个楷书的时候 一定要准 我们就说 也像体育运动那样 像体育运动一样 比如说 我有时候喜欢打打乒乓球 那个教练告诉我 他说你得想办法呀 比如说 我打一百拍 打一千拍 那个球总落在那一个点上 这就是先首先要求 它的准确性 等到你 总能打到那个地方时候 到了 正式比赛时候 你才想打哪就打哪 而且每次打的点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 为了让他打的点 更灵活多变 而开始训练的时候 却是不变 所以这个道理我想 也跟书法这个道理 是相通的 你要想着你的书法 灵活多变 你首先能做到不变 那么我写一百个字 一百个样 这是实际上谁都能行 而且一百个字 一百个字都一样 这就很难 因此 这个法则 就是一个 相对固定的东西 因此大家在 练习楷书当中 一定要严格一些 好的 我们看看这次的 兴书写法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 这个三种书体 关于这个神字 它不像其他字一样 其他字 有的字是 楷书难 兴书比较容易 或者是 兴书比较难写 楷书比较容易 草书或者是更难 而神字 则不然 神这个字 楷书也不好写 行书也不好写 草书也不好写 它又是个常用字 而且尤其写的是个神字 给观看这个字的人 一种 马上的联想 就是你神字 写的有神吗 把神字写出都没有神 别的字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写到这个神字的时候 它在集体方面 看来不复杂 实际上搭配在一块 左边这个式和右边这个身 很难达到一个完全美妙的程度 因此我也是在试着和朋友交流 再看一下 作为这个行书的这个式的偏旁 应该是这样 点完之后写横竖 然后从这儿起比 这和楷书草书都不一样 笔顺是很大差异的 再看看 是这样 然后再写右方 所有的新书这个式补都应该是这样写 我们完整写下这个字 然后从这个起比 还是不要高过左旁这一横 大家注意看 右旁这个身字 写宽了是不行的 比如说写的这么宽 这个字就散了 写窄了是不行的 如果写成这样的话 显得很猥琐 所以在绳字写的时候 右旁这个身字 它的高矮胖瘦都非常重要 再写慢点 大家看一下 行书这个绳字仍然点高起 写完这笔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 注意看 是这样过来的 这样过来 联系起来 带过来的这一笔 应该是这样 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往往我们这个数笔 到了新书阶段的时候 由于快速的新笔 很难把这一个数笔 再写到正中来 如果说能写得正中最好 你就写得正中 如果写不到正中 你就稍稍往右偏歇一点 有意识的往右偏歇一点 那么这个字呢 还能用 比如说 这像右偏歇一点 那么这可以用 如果往左偏歇 就几乎就是不像个字形的 比如说 这样 这就很难看 很难看 所以在你不能取中的时候 宁右勿左 所以现在多数的朋友们 在写这个神字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 一下子 不但没写得正中 写得极向右偏歇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 这么偏右 仍然可以使用 但是我必须批评一种倾向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 年轻的书法家 或者是年轻的书法爱好者 他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就故意的把这笔写偏 这在心态当中 是不端正的 就是说 你没有能写得正中 像右偏歇一点 是可以的 但是躺乎 你是故意的 比如这样写 你是故意的这样写 你就很讨厌 所以在书法当中 一旦形成造作 一旦形成 你自己想取媚于人 取悦于人的时候 你这种面孔 就显得非常的丑陋 所以写的时候 我本是想写正的 但是没有写正 我为了保险起见 往右边偏歇一点 是可以的 但是我故意偏歇出来 让大家看 你看我写的是多么灵活 这是又一种泄内 所以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心态 我们在这里 必须有一个严肃的批评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 这个 青年书法爱好者 往往总是在想显示自己一下 这种心态是不对的 我们最后再写一遍 就这样 稍稍偏歇一点 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数比有多长 也尽量不 不把它搞得太长 以示什么 看我 我多么样的这个 张狂 都是不需要的 一定 不要搞这东西 这都是很浮浅的东西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草书写法的 这左边的这个偏旁不守 又和楷书兴书不相同 它大提有两种写法 试字在写到草书的时候 这个试补应该是这样 这是一笔带过来 或者还有一种是这样 写完这笔之后 就只点一个点 然后写右方的东西 规范的草书 应该基本是这样两种 而以第一种最为常见 我们试着用这种写法 把这个绳子写完 这是一个比较规范的 草书的绳子的写法 左右两边都很讲究 再看一遍 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转折 基本不超过这个中数 这是最讲究的一种写法 然后下方点了一个点 为什么点个点呢 因为单这样写的话 容易是个中字 中国的中 点个点呢 以示呢 这里边还有其他的东西 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再向大家 继续演示这个字 草书的写法 点 转过来 注意 从这 就是一个匹向下 不要超过这个中数 由于它中数弯制 需要有个点 所以这笔下之后 往往从这边起 也有从右边起的 但是无关怎么说 它都是一个 带起来的一个虚风 由于要带起一个虚风来 所以常常用垂露术 来处理这个绳子 因为最后有个点 如果没有这个点 它肯定就是宣真的一种处理方法 就这样就罢了 但由于有个点 它必须再回来一下 所以 这个数弊就变得粗重 这是一种讲究的写法 然而 我们的前辈们 也并不是大家都完全恪守这些原则 只是 像孙国庭啊 赵孟福啊 这些人呢 就是完全忠于二王 因此呢 还照着这种最基本的写法来写 后人呢 也经常在这条写说 就很灵活多遍 就这样上来 点个点 也挺好看的 因此我们对大家说 对这个字是宽放的 有严格要求的一面 也有宽松的一面 那么基本看出是个神 就可以了 还有的就是这样写 转过来 在这里边转一圈 这样也有 还有的呢 就直接这样转过来 从里边这样就走了 也可以 但这些方面 已经基本写这个神字了 大体就不用在下面点点 这种点点 也可能起到化石天足的作用 总之 这个神字 五管 兴术 楷书 草书 都很难完成 那么我们最后 再用这三种书题 向大家介绍一遍 谁写这一笔 一定要 情得住笔 呼吸要放晕 不要憋气 这是兴术 这是草书 或者是 我前面介绍的那种 不受写法 也是可以的 好的 朋友们 今天关于神字的 这三种书题的介绍 就暂时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